今天的國際焦點要帶您來持續關注土耳其的地震 土耳其目前當然都是還在全力的救援當中 不過對於經濟方面的困境來看 其實是雪上加霜的 首先帶來看到伊斯坦堡的證券交易所 在八號是宣布他們要關閉五天 那麼這也是二十四年來的第一次 因為其實在地震發生後的三天內 土耳其的股市已經大跌了百分之十五 市值是蒸發了三百五十億美金 算起來是超過一兆台幣的 而且昨天的早盤的主要指數也是中錯了百分之七 所以他們才會不得已要宣布暫停交易 那除了股市以外 其實跟民生最息息相關的就是貨幣了 貨幣也陷入了困境 土耳其在地震發生之後 當地的貨幣是一度跌到了一美元兑十八點八五里拉 這可是歷史的新低 那麼眼看所有的指數都不停的往下跌 美國的地質調查局就預估了 這一次的強震可能會造成土耳其的GDP 大概是百分之二的經濟損失 那麼去年他們的GDP其實是八千一百九十億美金 所以算起來損失是高達一百六十三億美金 折合台幣是將近五千億的 而且更令人擔心的是土耳其本身他們的經濟實力其實就不太穩定 所以不知道能不能夠好好的撐過這次的天災 因為之前就受到一些惡物戰爭等等的影響 土耳其的通膨本來就很嚴重了 不過可以看到他們的總統卻是採取低利率的政策 因此去年的通膨率竟然是高達了八成 是二十五年來的先高 而根據民調的顯示 已經有將近七成的民眾快要買不起食物 還有六成的人是快付不出他們自己的水電費 但現在又遇上地震 恐怕已經沒有辦法有其他的方法能夠讓通膨緩和下來 而除了內需經濟以外 出口的石油其實也受到了波及 地震之後位在結一旱的石油出口的碼頭 是一度停止運作 那後來是在七號終於來恢復了 不過另外一個從亞塞拜然過來的原油出口 目前還是停擺的狀態 所以看得出恐怕也是會影響未來中東石油的供應的